我先介紹一下 我是Kelvin 我是今天的講述 這一位是我的同伴 大家好 我是Jackson 待會Kelvin會先說 後面有一些實際如何做行動的環節 我會多說一點 是的 我們倆是阿里巴巴的後經理 我們都在這裡留了一段長時間 今天因為適逢 我們也請了匯豐銀行那邊的嘉賓來 我們前段可能會說一些平台的東西 說一些電商趨勢 後段就會說一些公司開戶的東西 開始之前 我想問一下大家 有沒有朋友之前有來過聽的? 有來過阿里巴巴聽課程嗎? 有舉手嗎? 我也看到有一點點 今天似乎新面孔多一點 我們就正式 拿一支開台 我正式講一講我們今天的疫情 我們會說什麼呢? 一開始就笑不免了 我一定會講一講阿里巴巴 簡介的阿里巴巴 大家知道今天先聽什麼 然後我會講一些電商趨勢 放心 我不會只講我們平台 我會講別人的 第三、第四 你有沒有看到什麼買家分佈 買家分層 這些你就這樣看 現在不知道我說什麼 今天我會講一講 供應商和買家 在我們這個平台 是怎麼做過匹配的 這部分我可能會多說一些 這部分大家可以用心聽多一些 然後最後 100萬政府補貼 有沒有人知道公貿署那邊 其實有贊助給香港商家 如果有人知道 也有的 我會具體講一下 這100萬的補貼 到時是怎麼去申請 時間是怎樣 有什麼要求 到最後我就會交個時間給Jackson 他會講一下 其實阿里巴巴現在 除了有一個平台給大家賣東西之外 物流上有沒有支援呢 我們這邊有沒有一些培訓呢 他後面就會講一些比較實粗的事情 事不宜遲 開始我們今天的教育 但是我正式開始之前 我想問大家一個小問題 大家今天來這個教育 你們的身分是什麼 你們是自己在做工廠 還是有品牌 如果在做工廠 可不可以舉舉手給我看嗎 也有 也有很多 如果品牌呢 品牌公司 銷售公司呢 也有很多 因為我看回註冊的數字 我看到今天也有很多嘉賓 其實是在做玩具 不知道你是否在做玩具 我們就正式開始說 我昨晚在做了六年 我特意搜尋阿里巴巴.com 真的有點慚愧 我想問大家 我們有一點獎品 我想問大家說起阿里巴巴 想起什麼 淘寶 一定有人在用淘寶 可能這裡有八成人 七成人都會用淘寶 這位小姐 除了淘寶 16800 對 16800 還有淘寶16800 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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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再說一個名字 對了 材料 材料 對了 那麼 很遺憾我今天這些全部都不會說 我先說一下 昨晚搜尋了什麼 阿里巴巴影業集團 有聽過這個嗎? 有聽過嗎? 有吧 這個 有沒有駕駛的朋友在用? 高德地圖 也有 也好像挺好用的 我跟Google Map 有得揮的 然後 這個 我沒有用過的 其實 我自己也沒有裝 然後飛豬 飛豬 有沒有人在用? 這個其實挺好 有一點像Trip.com 譬如你有時去旅行 想叫車 譬如你去日本 想叫車 這裡我可以找一下 對 然後 昨晚搜尋了 看到很多這些不同的阿里巴巴的建築 我特別想問一下大家 阿里巴巴影業集團做什麼? 拍電影? 其實他不是拍電影 其實他是投資電影 是的 投資電影 那麼 我想問大家喜不喜歡王子華 有沒有看過他的棟篤笑 OK吧 王子華的棟篤笑 解決他沒有份 但是我發現原來他有份投資一套 去年2023年 王子華的電影 想不想到? 去年 大狀 名字叫什麼? 對 毒蝕大狀 各位先生 毒蝕大狀 對 2023年他有份投資就是毒蝕大狀 這些就是少許的題外話 這堆東西我今天全部不說 讓大家我自己也了解多些阿里巴巴 正式進入我們今天的正題 阿里巴巴 這個圖我相信大家就算沒聽過教堂 你看過的教堂 你可能也見過 六年歷史 這個東西 六年前整的 其實是什麼呢? 我們今天會講主角 但是先講一下圖本和天貓 最多人知道的 這個圖你看到很明顯 這堆東西基本上都是中文的 它是做華語市場 就是做內銷的 香港、大陸 我們都是用這些 然後呢 你看到它指著是零售這一邊 就是說做B2C 上面譬如納沙達 納沙達就最主要做東南亞市場 然後 阿里巴巴巴 就做外國那邊的B2C 然後剛剛有個朋友說到 1688他可能做工廠功課 今天就這個 阿里巴巴.com 國際站 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 是的 講到這裡講了這麼多阿里巴巴 不如不要講這麼多阿里巴巴 我們講講其他東西 這兩個 一定認識 名字都顯示我了 我們今天就先講一下B2C平台 Amazon和Shopify 我相信大家有留意網絡 其實也會知道 我為什麼會講它們呢? 大家都知道 做外國市場的B2C Shopify可以做香港為主 是的 這是什麼呢? 這是講講它們的增長 但是什麼時候的增長呢? 問大家一個小問題 今年2024年 我想問大家 2020年的時候 香港 乃至全世界發生了一件大事 有沒有人知道? 疫情 是的 疫情 是的 疫情 Kelsea 還有沒有禮物? 給剛剛藍色三位先生 疫情 疫情 疫情來的時候 這些平台 Amazon、Shopify 以及阿里巴巴 很多Shopi 其他平台 其實我們是有一個很爆發式的增長 有些朋友可能會問 為什麼Amazon增長40% Shopify增長差不多100% 為什麼會多這麼多呢? 因為它本身已經是一個很成熟的平台 一個這麼成熟的平台 增長40%其實是很誇張的 說這麼多想表達什麼呢? 就是你看到其實現在 疫情之後 我們很多平台 都有一個爆發式的增長 就算去到今年、去年 你看到其實現在全世界經濟其實是差的 坦白說 今年一定不是好 但是其實這些平台 就算差也有一個抱 因為前幾年疫情的時候 有一個爆發的增長 我們不要只說外國 說近一點 聽不懂? 大家手機 我相信今天很多男男女女 都說一定有用過 我自己也在裡面買東西 我們說說法績市 2024年 2014年 說到10年前 QMOK正式事業 我也不知道原來已經過了10年了 大家記得的話 它之前是電視台嘛 有沒有人看過《選戰》? 我沒有看過 但是我記得那套東西的名字 過了三年之後 Groupon收購了 Groupon其實是什麼呢? 如果大家了解一下 online B2B、B2C 你會知道其實以前是很流行團購的 我們香港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公司做團購 它不是收購了整個 Groupon 它收購了 Groupon香港的業務 再過了三年了 就是剛剛那位先生說的 疫情 曾經有一段時間 香港人突然想起了 原來我們有一個平台 叫TVMall 可以網上買東西 那段時間 疫情一來的時候 大家都瘋搶口罩 那時候黃維基拿了20萬美元出來 說我要做生產線 給香港人用口罩 就是因為這個疫情 這個疫情很重要 這個疫情是推動了整個網上的事業 為什麼呢? 說到它過了一兩個月之後 它的市值過了TVB 那TVB的影響力有多大 我不用特別說 我相信在場 我自己也是 就是從小到大 都是看TVB大的 它可以這樣去爆發式的增長 到了21年的時候 它就在張安澳南開了一間超級市場 有沒有朋友住張安澳? 有沒有走過這間? 有走過 我自己也沒有走過 但我看到它 原來可以開到一間這麼大的 那這個其實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印證了 現在有些平台 其實你只做網上 可能不夠 可能要網上和網上 然後到了今年 2024年的時候 它除了香港本地之外 它也做了英國 如果你有一個應用程式 你應該會留意到 現在它有千多件產品 可以直接去到英國 這個圖 其實是印證了什麼呢? 就是無論你做B2B也好 做B2C也好 你做不做網上也好 電商也是會在做的 而且它的發展會越來越厲害 有一句說話 我覺得已經不對了 有人說電商就是未來 其實電商絕對不是未來 電商是現在發展的 你可以不上這班車的 沒有問題的 但前提你找到另一種方法 所以建議大家可以看看一些不同的資訊 說完TVMob 說完我前面說的eBay Shopify 其實我今天想表達什麼呢? 這些全部都是B2C平台 阿里巴巴作為一個B2B的平台 為什麼我今天會跟大家說這麼多呢? 是因為一件事 就是市場的生態就是這樣的 B2C市場做得好的時候 B2B必然會好 為什麼? 因為B2C有時候 譬如我當你現在B2C 自己開了獨立站 已經做得很好 那你是不是會希望今年的營業額 可能翻一倍、翻三倍 那你本身賣的貨的種類 是不是有機會不足夠? 量是不是有機會不足夠? 你是不是會找多些不同的渠道入貨?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 你要明白 譬如我當這位小姐 可能她開了獨立站 她買得很好 那是不是有機會引導你身邊的同行 譬如有些同行以前不做網絡 現在看到你做得好 她也想做 那他們想做的時候 是不是需要入貨? 所以這就是我講的 為什麼B2C做得好 B2B是必然會做得好 因為這是一個上游和下游的關係 她直接對 end user 而當她想做得好的時候 她一定要拿更多貨 問題又來了 我想問大家有沒有想過 既然我講到B2C這麼好 為什麼我不直接做B2C? 有沒有人這麼想? 舉手給我看 今天大家都內斂一點 我自己講 為什麼呢? 因為我曾經有一個客人跟我分享一件事 就是如果你今天拿了100萬 你放在B2C平台裡面 放在B2C這裡 你可能只是一個剛剛起步的情況 為什麼呢? 因為你需要很多人手 你需要賺貨 你需要雜貨 所以這個成本是高很多很多 而我們做B2B就有一個好處 你一樣扔100萬 可能你已經做到Top10 或者是一些比較前段的位置 這是一個B2C和B2B 本質上不同的位置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大家如果做B2C的時候 當然它的盈利是一個爆發式的增長 但是你要考慮另一件事 就是你有多少資源呢? 因為譬如我有客人 其實他有做Amazon的 那去貨這些成本 以及可能要搞海外創這些成本 絕對要留意 我覺得最好的情況就是 你們兩個都做完 兩個都做完 你就會知道現在整個平台在玩什麼 現在整個網站在玩什麼 甚至乎 好像剛剛Tvmall一樣 網站、網站、網站 兩邊都有做 以及本地、外國都有做 在這樣的情況下是最好的 因為在這樣的情況下 當全世界經濟 好像在這兩年受影響的時候 你受損或影響就會相對低一點 就是分散風險而已 說了這麼多B2B、B2C整個生態 正式… 我昨晚特意去看看一些歐洲的零售平台 為什麼呢? 因為我剛剛前面跟大家說了這麼多 B2B、B2C是否做得好呢? 我特意去尋找 其實我們香港也知道有Tvmall 其實歐洲有很多 譬如我們熟資的Amazon、Ebay等 它就是頂級一、頂級二 然後345分別是這幾個平台 Slendo、Discount、Otto Otto是德國的 所以大家要知道一件事就是… 其實我之前做過一場南美洲的專場 秘魯那些地方 其實它們都是一個很健全的B2C平台 所以我們今天做B2B 我們做出口批發 我們做的是哪些人呢? 就是這些 這些平台中的商家 接下來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剛剛說了這麼多這些平台 這裡是歐洲的 其實我們平台的買家是哪些人呢? 可以看看 首先這裡先看右上角的位置 澳洲、北美洲和歐洲 北美洲這裡是一個傳統市場 很大的份額 我們佔47% 有一部分是美國 另一部分是加拿大 這些我們稱為傳統市場 它適合哪一類型的賣家去… 適合哪一類型的供應商去做 首先就是 如果你的產品是比較充滿的 質量比較高 價錢比較貴 你應該是想這些地方 如果反過來 其實你是品牌商 或者你是貿易商 很多時候你可能想散貨 或者是也想試試新興市場 譬如亞洲 你喜歡韓國、新加坡、日本等地方的話 這些新興市場的話 其實也可以去留意一下 總之你做這些平台的時候 你要很清楚知道自己打在哪裡 對了 這就是阿里巴巴平台裡面的 買家的一些分佈 問題又來了 譬如亞洲 我當作日本 日本可能這裡佔5%、3%左右 日本裡面 其實買家不會全部都是一樣的 那些是什麼人呢 平台我們有一個簡單的分層 對了 買家分層 首先第一件是什麼呢 L0的買家 什麼叫L0呢 我舉個例子 如果你今天在這個門口走進來 你完全不登記 什麼公司名字 什麼電話都沒有 完全沒有數據 我會當你是L0買家 為什麼呢 因為我不知道你是什麼公司 我不知道你是做什麼行業 我也不知道你過去的一些購買數據 什麼都沒有 所以L0的商家 不代表是差的 但是問題是 我們什麼都拿不到 這些我們就把它歸類為L0的買家 下一級 L1、L2 記不記得剛才跟大家說 平台裡面其實有很多買家 它是來自Amazon 來自我剛剛說的Otto 其他電商平台的買家 我們這些俗稱叫做小B 微商個體戶或者零售商 譬如它可能是英國 它可能是德國 它只是開一間小店而已 你想像一下 一間小店 一間獨立店 其實它不會跟你拿到很多貨 我當你是買咪 對,買咪 你買咪 一間店舖 其實你可能入30至50支 也夠你賣好幾個星期 對吧 這些小B有一個特點 就是 它跟你入貨的量一定會小 但是好處就是 如果它試完你的產品 它覺得OK 會很賣 它會保持著很頻密地翻貨 這些就是小B的好處 大家不要小看這些L1至L2的商價 平台裡面對它們的要求很低 你要做多少才是L2 你買到100至300美金 你已經是L2 但是我們很多時候有些客人 就是吃著這些 例如我一個月開發了五個L2客人 它可以隨時是 我養一下養一下 其中有一個養大了 將單本身由幾百美金 到幾千元 到幾萬元 你保持著它會重複翻貨 做B2B平台的重點 不是說你一開始投入多少成本 拿一個客人 是這個客人後續為你帶來多少訂單 因為它是保持著翻貨 然後到了L3 有沒有朋友平時有開展覽會 我看到不少人有頭 L3通常歸類是展覽會的賣家 要求就是一年裡面 阿里巴巴平台裡面 採購超過10000美金 今晚不高的 為什麼呢? 這些人通常對行業的了解 會比較深入 例如我舉例這支Pointer 他大概按一下功能 他知道這支的成本是多少 可能他知道這支大概賣100元美金 他很多時候就知道 你的產品價值在哪裡 所以這些人對產品的性價比 會比較敏感 這些我反而覺得 L3好像比L1、L2難過 但是好處就是 他跟你進入的量會比較大 到最後 L4 L4的賣家是什麼呢? 我相信在場今天這裡 所有人都會想接這些單位 大型連鎖店 為什麼呢? 很簡單而已 他跟你拿的量 可能是前面的100倍 或者是不知道多少10倍 別人可能問你拿50 他跟你拿2000、3000 這些就是一些訓練店的商家 我們這邊有一個很明確的要求 對這群人如何做到L4 如果你在阿里巴巴平台 遇到一個L4的賣家 你就知道 他上年 即是成年 需要在平台中 採購超過30萬美金的單 30萬美金 即是200多萬港幣 或者是 他 offline 有100萬的營業額 兩個 隨便滿足一個人才能做到L4 阿里巴巴平台 我們將買家分為0、1、2、3、4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呢? 我們就是希望將一些正確的買家 分給一些正確的供應商 買家的分層 我輕輕地說了 供應商的分層是怎樣的呢? 有人知道阿里巴巴有什麼供應商種類嗎? 應該少點了解吧? 我們拚 不是,供應商的種類 不是他賣什麼 供應商的種類 應該少點人知道的 我先直接開估 我們有兩種 一種叫出口通 另一種叫金品成棋 出口通 這裡也寫了一個 阿里巴巴國際站基礎會員 就是說 你今時今日要在平台中賣東西 至少也要參加出口通 這是基礎會員 不是說基礎會員不好 因為他本身其實沒有任何功能上的閹割 就不是說 這個是好的 這個是不好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比較便宜 就不是這樣的 只是這個入門版的會員而已 但如果反過來 剛剛我們不是說了一些 買家分層 L1、L2、L3、L4 我自己覺得出口通 就比較適合一些 可能我剛剛接觸電商 我以前沒有做過電商 我是想試試的 那些人 我覺得應該是剛剛出口通 但是如果反過來 你想接觸我剛剛說的L3、L4賣家 那你就要想想金銀城企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剛剛前面說過 這些連鎖店 下單的量是大的 但是下單的量大的同時 大家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其實很多時候 這些店舖不會隨便改變供應商 他可能說兩年、一年 採購一次 兩年、一年採購一次 他整個購買的過程 是不是一定比較審慎 如果我 我舉個例子 譬如用一些很生活化的例子 譬如我當我買廁紙 一年只可以買一次廁紙 我一定做多市場調查 但如果你說不是 我一個月買一次 我用錯了 我就換另一隻 所以如果你要接觸L4購買家的話 你就要想清楚自己適合做哪一種 金銀城企 它跟出口通最不同的分別 就是這裡寫了一大堆東西 這是什麼呢? 我後面簡略分了三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購買的標籤 手數的標籤 買家 譬如我這裡 我搜尋的字有點小 讀給大家聽 就是我搜尋手錶watch 我搜尋這個字的時候 如果買家在這裡 我不是選產品 不是選擇全部供應員 我選了這個Fluorify 他就會將所有非Fluorify的商家 全部篩走 這是第一個分別 就是說 如果買家 有時候他很重視產品 或者很重視店舖的供應商 有沒有經過認證的話 其實這裡第一個位置 他已經篩走了非認證的商家 這是第一點 這個很容易理解 第二件事就是 拍攝 我想問剛剛有些朋友是做工廠的 對了 剛剛我記得有朋友是做工廠的 做工廠 有沒有試過買家想走上來你們的廠去看 一定有 一定有 為什麼他會想看你的廠呢? 他是想知道你這間公司對自己產品的品質有沒有掌控力 就是說我隨便賣東西回來 不適合我就換供應商 這樣 絕對不是這種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的買家 他去看你的產品的時候 他不是先看產品的 他是先看公司的 假設我想找人做一條褲子 我想找人做一條褲子 我可能會先看看那間工廠 你未必是自己的工廠 你是貿易也可以 因為很多時候你貿易會拍一間工廠 但是很多時候他就會看他的源頭的工廠 其實他整個生產環境 是不是乾淨呢? 你整個生產線 是否站在你 然後工人 例如會不會像他這樣做一條褲子 然後這個金銀城企 他就是幫你做這件事 他會走到你內地的工廠 或者是香港辦公室那邊 去拍攝 看看你整間公司的層次是怎樣 有些朋友是做品牌的 剛剛看到也不少是做品牌的 做品牌的話 很多時候不是展示這件事 是展示你的產品 看看你的展示室是怎樣的 所以大家記住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也很重要的 還有第三個位置就是 證書 我想問一下 我經常跟客人說一件事 就是 如果你的產品 賣得很便宜 便宜通街 譬如一件五元的產品 如果一件五元的產品 如果你買了兩元 是否叫便宜 一個價值五元的產品 你買了兩元是否叫便宜 如果是這種情況 其實我們不需要證書 不需要 什麼時候需要證書呢 就是當你的同行賣10元 而你賣15元的時候 你就需要證書了 為什麼呢 大家有沒有思考過一件事 證書的價值是什麼 證書的價值就是 你要跟別人說 我的產品是經過認證 有確認證的 有ISO 有CE 有FDA 跟那些沒有的 是不一樣的 很簡單 譬如食品安全 那些也是 拿證書的 有些可能沒有的 那些人會擔心什麼 產品本身未必有問題 但大家會擔心質量是否有問題 所以這些證書其實是幫助你 突顯你的產品的價值去到哪裡 所以大家記住 為什麼需要證書呢 然後你加入Furify供應的計劃 它本身不是幫你做CE 幫你做其他事情 它是幫你將所有你公司有的證書 把所有你公司有的證書 放到你的產品上 這是一個很大的賣點 這是因應行業的 所以大家如果知道你的產品 是很需要證書去支持的 譬如有些是食品 然後有些是玩具 譬如特別是玩具 有些小朋友那些 我知道那些塑膠不可以讀 然後會讀到小朋友 那些就特別需要證書 所以其實簡單來說 Furify的計劃 額外多了幾件事 手作標籤 然後有專業拍攝 還有最後有證書支持 這三件事而已 如果你覺得這三件事 你也不需要 其實你就直接選擇 最平常的計劃就可以了 記住我們剛剛前面所說的 買家有很多種 L1到L4的買家 平台裡面不是只有L4買家 L1至L2的商家 這些微商 你養大了一下 也很和味 所以我們最主要 今天買賣家的匹配 這個位置你要了解很清楚 其實你做其他平台也一樣 你要知道你自己面對著什麼群體 平台裡面可能有1200個客人 但是是不是全部都適合你用呢 很明顯不是 你只要選擇適合你自己的買家 適合你自己的客人 接下來我會講一講 100萬政府資助 有沒有人申請過? 有沒有? 有沒有人申請過? 沒有 這樣就對了 有價值去說了 這個補貼其實是公貿署那邊提供的 公貿署那邊提供的 上限是100萬的 其實它大概兩三年就會加一次 去年財政預算案過了 就由80萬加到100萬 所以其實接下來應該會繼續加 其實是什麼呢? 我先講一下阿里巴巴 有什麼可以申請這個補貼 我剛剛講的平台 譬如我們不是有金銀城企 有出口通的 有兩種 這兩種首先第一點 平台費 你可以拿到補貼 補貼多少呢? 50% 你記住 如果現在有人跟你說 你一元也不用付 然後就可以拿到政府資助 一定會騙你 或者可能是桌底的 我們就不做這些 第一點 平台費 政府會跟你一人一半 什麼意思呢? 譬如你今天花了10萬元 政府就給你50萬元 實保實銷 是這樣的 就是說你自己也要花 可能10萬元 你自己也要花50萬元 因為你拿回50萬 所以大家記住概念是這樣的 P4P 平台裡面我們可以做廣告 如果你自己在平台裡面梳成 我當你可能找一些補貼 你會看到這些右下角 有一點點AD的貼物 很淺色的 但你就知道這是一個廣告的資源 這些都可以拿到政府補貼 有朋友有做過Google App Work的廣告 Google廣告 有沒有? 有 也有 也有在做Google廣告 其實它跟Google有一點相似 按點益收費 那麼 扣多少錢就看你自己的預算 你自己設定 對 然後問頂 這些是什麼呢? 問頂和另外一個我們叫做最頂級頂展 這些就是簡單來說 譬如我是 現場有沒有朋友做燈的? 剛好沒有 我舉例 如果你是做燈的 你做燈的 你不會說我做燈的就是做鞋子 通常你會有一個類別的產品 你專注下去 如果你很清楚 那間公司主力就是做燈的 你可以買一個關鍵字 那個字可能是lighting 可能是lighting的不知道什麼東西 譬如這個 譬如這個高流明的室外燈 你買了這個字之後 任何買家搜尋你的時候 你也是第一名的 這一類的廣告 也是可以申請政府的補貼 大家記住 總之 在阿里巴巴平台裡面 你的平台費 廣告費 這兩種 全部都可以申請到一個分定 然後 還有大家 如果剛剛有朋友走開展覽 譬如平時你們有擺展覽會 參加展覽會 其實都可以去申請 不只是電商平台 如果大家樂意擺展覽都可以 那麼 50% 50% 然後這裡 政府 鼓勵中小企 然後我實際上說一下他有什麼要求 1、2、3、4很簡單 第一 中小企 中小企的意思很廣 什麼叫中小企 每個人都說自己是中小企 不是 申請補貼的時候 他就很簡單 如果你是製造業 如果是製造業 上面的公司的性質 你寫著製造業 不可以超過100人 如果是非製造業 譬如我當你是做服務的 你是做服務的 不可以超過50人 上市公司是沒得玩的 上市公司是沒得玩的 我看過報名的嘉賓 list 今天應該沒有人是上市公司的 所以大家就… 第一個應該初步都可以的 第二個 實質業務運作 這是什麼意思呢 簡單來說 你不可以選擇空殼公司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會問問題 什麼叫不是空殼公司 它有很多個要求 你只要滿足一、兩個 也叫有實質的業務運作 以前有些客人問我 Kelvin 是不是一定要聘請員工的 不是的 因為現在其實有很多一人公司 一人公司 我老闆了自己公司員工 為什麼不可以申請呢 他真的有運作 他真的有買賣貨 是不是 所以不一定要員工 第二就是 是否一定要租地方 其實也不是的 因為疫情那段時間 很多香港公司 其實是… 大家都知道環境不好 將辦公室 可能由租了一些商用地址 公用地址 變成是家庭辦公室 家庭辦公室 其實他現在也接受了 但是你只要實際上有些營運 通常他會問你拿三份的交易訂單 你要證明給政府看 有人跟你買貨 而你真的有出貨 這樣 我們這邊會義務幫你搞一些文件 但是我們就… 有些東西是幫不了大家的 大家的業務 大家公司一定要有實質的業務運作 這個很重要 第二點基本上是最重要的 第三點 現在資助上限是100萬 如果你之前申請過100萬 或者之前申請過99萬 你再問他多下10萬 這些就不批 每份合約 這裡提一提 每份合約最多可以拿到10萬元 最多拿到10萬元 每份合約 就不限次數 不限次數 不限年期的申請 對 然後到最後 就是如果你是用阿里巴巴的合約去申請 你當然不可以跟阿里巴巴有什麼利益關係 你不可以本身是… 可能是阿里巴巴的電信工商 譬如你給我們波斌 然後你又去申請阿里巴巴的服務 這些是不行的 但我相信很少會因為這個不行的 我自己就沒聽過 所以1、2、3、4 大家要記住 這個補貼其實是相對容易申請的 如果外面有些公司跟你說 喂 我幫你申請這個 事情之後 問你拿回20% 那就不用理會 因為這個很容易申請而已 對 就是這樣 所以 整個阿里巴巴的平台的匹配系統 我今天就說得七七八八 接下來 我們會請Jason 對不起 Jackson Jackson 為我們說一些平台實操上面的東西 好 剛剛就多說一些 就是整個大環境 但我們如果真的做網店 無論你做我們的網店 或者你做其他平台 其實都走不掉這幾步 這裡 我們… 照片很大 但我們注視著看中間這一行 就是你看到什麼確認中 代支付 準備出貨 其實這裡是每一個平台 你基本上都會遇到的一個流程 你做一張訂單 當我們已經收到所有訂單 他們還給了錢 我們其實就要處理出貨 物流 這也是我們卡在一個比較重要的位置 有沒有人已經處理過 可能我用過DHL Factex 運到外國 或者甚至去到… 用… 叫做貨運 一層一層的運 我相信剛才造廠的那幾位 一定有用過 但如果你說我沒有 其實我沒有做過 平時我都是香港平游 所以這些資源和支援 阿里巴巴會提供比較多 對 除了剛剛說的 物流這部分 前面其實資金流也挺重要的 就是怎樣去收錢呢 他們用郵件付錢 用冰箱付錢 還是用銀行 TT 那我怎樣才能收到那些錢呢? 這個我也會說一說 實際上在我們平台怎麼做到的 因為你也不想把貨給我出去 收不到錢 或者收不到錢 好 我先說了一個物流 這也是大家心裡的疑問 在我們的平台上 這是一個後台 你看到左邊的藍色一條 到最底部 這裡有一個物流服務 可以看看 其實我們按進去之後 就可以選擇一個物流的服務 裡面有分空運 還有一些是船運 快遞等都有 去到下去 其實會有一些不同的特價線路 由三十幾四十元 去到幾元一公斤也有 視乎你送去哪裡 有些歐美比較遠的 會比較貴一點 比如說去近一點的 東南亞的 你看到都是幾元一公斤而已 這些基本上是每天都有的線路 我們也再展示一下 就是你說我不用這些線路 我要自己選擇的 我們按去快遞 然後你進入你的發貨地 假如我們現在是選擇 在內地或香港 進入郵編 第二件事要進入就是目的地 就像平時我們用順風 都是進入目的地 我近近地選擇 去泰國 之後 最重要的就是 你的包裹的大小 直接影響了你的價錢 我當你運用小件事 可能是螢幕貼 然後就直接查價 在這裡 所以是很方便的 而且這裡 因為我們本身 和物流商有合作 它的價錢 會相比是更便宜的 你平時在外面找到的線路 還有一些特殊屬性 有沒有人是做電池 或者是一些化妝品 這些是屬於危險品 或者飲料 就是液體狀的東西 全部都是這些危險品 裡面也有些特殊的線路 可以做到的 這裡你就按回價錢選擇 可以看看什麼貨倉 選擇好之後 其實就直接可以在這裡下單 你下單之後 就可以去上門收 或者去一個集運倉 就是直接寄去集運倉 也可以的 所以物流的部分 就可以很輕鬆 直接來到平台 按幾個按鈕 其實就已經處理完了 你不用自己再去 我又要找FactEx 又要找DHL 慢慢去價價 甚至是去到 因為我們本身是一個物流拍檔 會配合給你們 他們有些船運 他們就會更熟悉 可能需要什麼文件 去美國 要不需要FDA 那些全部都會 教你怎麼去做 這個待會再回答大家 即是報關 還有一些稅收 怎麼辦呢 我去到美國 可能要有消費稅 8% 這裏稍後再說 我多說一點 發貨 發貨 其實在香港可以發 然後你在內地 都可以發貨 我們內地發貨 會超過五千元美金 我們會行三國貿易 如果在內地有工廠的朋友 就應該很熟悉 就可以了 還有剛剛做專線已經說了 好 那我多說一點 再到下一部分 就是收錢 大家萬眾期待 即是我運完見貨 或者我運貨之前 其實已經收了錢 那怎麼收呢 這裏呢 我看到也是比較小的 但其實這裏涵蓋了 基本上你看到你現有的收盤方式 大多在內地 我們平時看到信用卡 Apple Pay Google Pay Pay PayPal 甚至是一些歐美專用的 例如Western Union 去到菲律賓 一些TT 或者網上轉帳的一些平台 不同國家都在內地 其實它用什麼方法付錢 不要緊 因為最後都會去到你的戶口 裡面的電子的銀包 我們再在後面 去轉帳出來 即是提款 去拿出來 然後就會轉到你的銀行戶口 它也是跟隨銀行匯率 實時轉換 要是美元 要是人民幣 這樣轉過去 是的 所以這個就是 有些問題 一會兒 一會兒 Q&A一次解答 大家如果有問題 先記住 好嗎 我一次再說一下 再進入一些資料 其實時間大概是兩至三天 我們預計 即是你按了提款 然後直接到你的銀行收的那一刻 大概是兩至三天 如果你說整個流程 可能客人給錢 他可能用了兩天 那你這裡又要有兩天 那你就當作大概一星期 如果要預算一點 如果要預算一點 真的由收到一張單 去到我們收款 好 那我也想給大家一個例子 大家看看 因為你怎麼說 是不是真的能做到的 或者你是不是真的有些人 在現行做什麼呢 那這裡有一個例子 也是我其中一個客人 他參加平台不久 兩三年 但是他做的行業 比較特別 他主要是做一些成人用品 或者是相關的一些成人產品 可能一些精油 甚至是有一些服飾 他也有做的 那他在上面 為什麼我會特別介紹他呢 就是因為他做的事情 其實人們一開始不會買很多 可能是三兩件 是的 但是那時候他就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我其實發貨那裡有些困難 因為他本身貿易商是想要大大貨走的 那他找物流就有些困難 最後就找了我們 那我就用回剛剛我們的物流平台 那就可以讓他便宜一點 就是不要說 每次都一定要幾箱 或者整個櫃這樣出 那他就可以用一些三五件 他也可以用剛剛的物流平台 讓他容易出貨 是的 那個物流又不會太貴 這個是他三十天的交易 還有他平台也有分一些升級 五顆星是最高的 那他也做到四顆星了 兩年 所以也算很快 好 講完資金和流 下一部分就是一些我們現有的支援 例如說 我不懂怎樣 我有五千件產品 你可不可以幫我上這一點 那這裡也有的 我們有一個叫KSP的計劃 幫你上一些產品 設計一些網站 你本身裡面 可能你已經有些設計給我們了 那我們就可以幫你製造 或者我不懂得下廣告 我們可以下廣告 我們幫你製造 這是一步 但最好當然是教會你們怎樣去做 因為這麼多公司 我們都能管理 所以我們平台上 也有不同的訓練 他們進來做商家 其實就會免費參加 有些是網上 有人教你交易 我剛剛講的部分 物流的也有 如何吸引更多客人 也有的 好 那我那部分 就差不多了 好 在這裡 如果你有問題 你可以保持住 我們先聽到HSBC的同事 講解開戶那邊的支援 然後我們一拼過 最後才有一個Q&A的節目 我們事不宜之外 大家給予一些掌聲 HSBC的同事 好 謝謝Jackson 我是Jamie 從匯豐銀行那邊 我做業務拓展的服務 其實主要在個人戶口上 甚至在公司戶口上 或者你們個人的信用卡 我都會掌握一點 今天我先講了 可能是銀行戶口那邊 待會也會掌握公司上的需要 第一件事先講了 銀行戶口 在你們個人方面 其實個人方面 其實也有少少的更新 帶給大家 因為其實我們匯豐戶口來說 最主要我們有一個綜合戶口 可以做到一些定期 甚至乎買外幣 甚至乎想有一個更好的服務 我們這裡也提供到的 第一 我們叫做匯豐1 這個戶口 基本上不像以前 要放一個紙 一定有一個金額 其實匯豐戶口 現在不需要說 有一個最低潔存的要求 你也可以保持著 用我們的服務 再加上 我們會配了一個 多幣種的求證卡 給大家 在普通銀行上的需要 其實也可以符合到大家 如果有些客人 想要用一些更好的服務 我們有一個卓越理財 卓越理財來說 基本上除了我們有一個專業的後經理 去招呼你的服務 日常的需要之外 其實我們也是全球化一點的 很多出入理財的客人 跟我們說 其實最喜歡的就是 用我們的國際服務 我們在很多地方 都有不同的匯豐銀行 所以加上 你如果想轉賬去外國 我們可以做到即時轉賬 而我們出入理財後 是不需要做一個 轉賬的時候 是不需要有任何收費的 所以變成了 可能如果你有家人在外國 有小朋友在外國讀書 這些地方 其實我們也可以服務到 很多外國的需要 那麼 戶口上 基本上 剛才也說 有一張外幣的扣帳卡 不知道大家有多不多旅行 如果你平時工作繁忙 有時一年也可能要去一次旅行 那麼 日本我們也經常去 那麼 現在近來可能 E&字也去到5.4 0.54 買完之後 放在戶口 對 放完戶口之後 我們知道 如果你將會去日本的話 其實不用帶錢去 我們拿一張卡去 那麼 當然 平時你可能會帶一些 信用卡出去旅行 但是拿一張扣帳卡 有什麼好處呢 扣帳卡可以直接扣到 你戶口的外幣 那麼它會識別到 你當地貨幣 我去日本就會扣日子 去英國就會扣英鎊 那麼 它扣到外幣 扣到你外幣之餘 它的交易是沒有收錄費的 對 基本上如果你去外國 如果平時用一些信用卡 可能會有1.95%的收錄費 但是如果用回一個扣帳卡的話 其實就不會有收錄費 方便不用帶這麼多錢 以及兌換 都自己看得對 現在香港來說 應該只有四間銀行 會有一種扣帳卡 我們是其中一間 當然可以出賣一些附屬卡 給你的小朋友 如果在戶口上 剛才也說了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可以 如果有用保證服務 有沒有用 保證服務 我們以前用來儲蓄 如果你想做定期 基本上都要開一個綜合戶口 如果你只有回風的保證戶口 建議 現在我們剛剛搜尋過 也做過一個優惠 如果你想開一個 現在有保證 你沒有綜合戶口 你開開的話 我們有存款優惠 可以給你4.9厘 對 三個月的定期 所以變成了 如果待會有這些需要的話 可以跟回國說 第二個就是信用卡 信用卡我想在日常生活上 我們在香港也會用得非常多 例如我自己 也會用上面那張圖卡 是上網的消費 網上的消費 平時來說 可能在上網訂機票 甚至乎是手機訂餐的平台 也算是網上的消費 正常來說 上網消費 我可以賺到4%的回憎 如果我平時出門吃飯 我會不會用上面那張 我就不會 因為平時本地消費 只有0.4% 如果你有這張卡 你經常用得多 建議不要再用 為什麼呢 上網用的 出門就不要用 介紹另一張給你 如果你平時出門吃飯 賣多的話 用回規模式 我們和很多商務有合作 有我們這張卡的客戶 基本上在一些商場 食肆 很多地方 我們都有給一些折扣 或者更加的優惠 的積分給大家 所以用下面那張 在市面上吃飯那些 都會有最高3.6%的回憎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 大家也看到了 我們匯豐基本上 真的非常多卡 我自己沒有 我沒有申請了這麼多張 主要我用回 剛才我提到的兩張 因為適合到我的日常生活 第一 有時真的會上網買東西 我會用回規模式 當然 大家有時去麥當勞吃熱香餅 基本上 你有沒有 有時可能給八達湯 或者甚至給現金 但是建議可以用回規模式 因為你看到 每一次簽夠30元 其實他就會給你儲一次人化 儲夠四次 我吃四次熱香餅 就會送20元給我 每個月就可以 最高賺到40元 簡單來說 我吃九百次 我又可以收回40元 所以變成了 我們也有一些 在市面上的優惠 探仔或者MCO戲院都會有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開 八街窩神市這些地方 我自己就很少去 我太太也去 我沒有這張白金證明 主要是八街窩神市 如果你有這個 疑想前的程式 你可以用回這張卡 因為在香港而言 只有這張卡 是有跟我們 這個疑想前合作的 這個最高可以給你 多賺六倍的積分 所以留意 如果你有去開這些地方 就不要虧了 剛剛我也有說過 Visa Signature 其實市面上 也有很多優惠 我自己就非常用得多 都是去英王戲院 我們可以賺到 一個買一送一的優惠 OK 如果平時又上海內地 又做一些去內地消費 如果你沒有內地的銀行的話 基本上有時給錢也比較麻煩 用不到微信支付 不過如果你用回銀聯卡的話 就可以連回這個雲閃付 也是可以手機支付到的 而每次消費超過 每次消費超過 每次消費過 30元就可以儲 消費過30元 夠五次的話 就送100元 所以這也是 比較多人在用的 運線庫程式 就可以連回我們的銀聯卡 另外有一張卡 唯一一張 我們可以進入機場後機室 如果平時有去旅行 這也是其中一張可以去到後機室 最高可以賺到兩元一來 而最後一張Premiere的卡 剛才就說了 我們卓利利財客人 他們可以拿一張特別的 我們有一張 給卓利利財客人的信用卡 這張卡又是沒有連費 基本上這張卡 你可以去米之前餐廳 有米之前餐廳 可以做到買一送一優惠給大家 OK 看看回到現在 其實匯豐 有時候的廣告都非常多 做了很多優惠 有時候我回家看電視 有帶匯豐廣告出來 我也覺得很煩 但再更新 其實現在 做了比較多的優惠 第一個 形身優惠 如果你本身沒有匯豐信用卡 直到還有兩天時間 在26日之前做新請的話 基本上有一個最高的形身優惠 1600元 OK 要留意一下 第二個 大家可能之前也有看過黃子華那些 那些 那些 在抽中 在抽中 劉德華 劉德華 劉德華的廣告會票 基本上 簡單來說 申請就有一次機會 免費到一個抽獎 匯豐信用卡 的卡主 也可以享受一個優先賣票的優惠 如果你有匯豐信用卡 你就可以有機會提前賣票 OK 還有最後一個就是 大家可能有買去手機 Apple 現在正在做 如果用回合卡 最高可以賺到10%的回憎 如果有買去手機 記得用這個 簡單來說也有一個九折優惠 我們會提供公司戶口 其實公司戶口來說 我們保持到很多不同的中小企 甚至是一些企業 簡單來說 其實現在開戶口的程序 都非常之 都比較多人開戶口 基本上 我們現在正常開戶的時間 都要到六個星期 交易文件之後 都要到六個星期 基本上如果你說戶口來說 我們有兩個類別 一個最下面的 一個叫做普通 正常來說 結存是要求10萬元以上 但是你可以看到 有時候如果你要去櫃位 次數不是很多 每一個月會免費做三次 由四次開始 即是用完頭三次的交易 免費交易之後 第四次開始 每個交易都會收回你10元 這個叫做櫃位 即是我要下分項去入錢 或者做轉賬 做TT那些 當然 其實我們的戶口 基本上是支持到很多網銀 或者你要在網上做的 其實已經做到了 我們也建議你用網銀去做 所以變成了我們才有這些收費 但是你 有些公司 可能真的需要下去 可能有些多年金的交易 都可以用回我們比較上面的 不過就需要五十萬 那當然如果它沒有一個限次數 你去設櫃位 當然也需要你保留那個銀碼 那跟兩個戶口一樣 如果你十萬以上的 或者五十萬那個 以上也好 只要保留不夠 我們也會有個月費 也會收回你二百元的收入費 如果不夠錢的話 平時也有很多客人會問我 其實開戶需要什麼文件 其實基本上現在來說 你本身申請了公司之後 其實你那些文件 其實交給我們 都有需要用到的 而第七 開始 其實就會比較多些問題 我公司可能有五個董事 是否全部都要離開 或者是有多少人來才可以 其實基本上 其實每個董事 其實如果公司是多於兩個長官的 正常來說 我們都是要求你 至少要有兩個長官的出現 去做這個授權 或者你的同事 如果是同事多於10% 其實也要出現 或者是所有的簽署人 可能我有個帳戶 他需要做簽署 我也需要他出現 身份證明明顯也要交回 第八個也是比較多人會問的 我是新公司 公司可能在內地 我在香港 有些銀行證明 可以交給我們 正常來說 我們都要求你 可能三至六個月的銀行證明 基本上一些新公司 也未必可以提供到 他的銀行證明 有時候也需要提供 可能動事 或者一些搬戶員的 自己個人的證明 如果你有其他銀行的銀行證明 當然是可以 提供三至六個月的銀行證明 就可以了 正常來說 開戶口 開公司戶口 開國人戶口當然是免費的 開公司戶口 其實我們就會有申請 基本上現在其實我們很多 匯豐其實都非常 每天都很多開戶的要求 其實我們都建議你可以透過我們的網上 去做一個申請 網上正常申請 我們收費是1300元的 對 如果你說 我不會用網上 我下分行證可以嗎 其實也可以的 但就會另外加多300元 即1600元 就會做一個 我們叫做Paper的應用 但是網上申請 其實你可以叫做 交了些文件 全部申請上去 如果沒什麼問題的話 到時約時間 下分行 簽個名字 就已經完成了 剛才就說了 六個星期戶口就已經可以用 有些公司可能比較複雜 我們叫做 可能有些海外公司 BVA公司 大家可能也有聽過 BVA公司正常來說 我們就會有另外加多一個收費 就是11000元 或者有些特別公司 可能你的架構 多於三個層次以上 對 三個層次 清盤等等 其實這些特別的情況下 都會收多一點 在零壓外匯 會收多11000元 這裡我也有個QR Code 或者有連結 如果大家真的 需要開回公司戶口 可以試一下 透過我們這個網站的旅行 去做申請 但是如果之後真的 可能需要我們幫忙 你也可以聯絡我們 其實戶口來說 基本上我們其實都做很多的服務 那麼匯豐來說 其實我都應該覺得 應該是其中一個 比較多 可以支援公司的一些服務 例如 我們很多的付款服務 卡機 甚至乎是MPF 一些勞保 或者GI保證 那些東西都有 現在很多人都 可能一些LC 信用證 那些 銀行保證 例如 購入財政策 或 輸財政策 那些其實都有 以前的 或者甚至乎是 想做一些財政策 或者甚至乎是 一些長時間借貸 那些 其實我們都會遇到的 所以變成了 匯豐來說 其實都可以支持到大家 在營業上的一些需要 所以變成了 這些都可以留意 其實今天我們都有一些分行同時 如果轉頭 剛才我講過一些 可能是戶口 或者是信用卡 如果你們 本身沒有匯豐戶口 想即時打開 我們可以在這裏 可以即時幫你留意 大概三至五分鐘 不用你去分行排隊 那如果你說信用卡 那些聽完之後 其實有些想要留意 我們也可以立刻幫你去處理 那公司的戶口也是 你如果有些什麼需要問 那轉頭問 或者我們都會留在這裏 留待一會 你們可以直接去處理 好的 我的聲音差不多 我把時間交給你 好 謝謝 謝謝 Jame 不知道大家對 匯豐銀行那邊的服務 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自己也有一點問題 想問一問 我想問 如果客戶的主要業務 因為今天也有一些 做工廠的客戶 我想問 如果他們主要業務 在內地 然後想來香港 開一間新的公司 開戶會不會有困難 開戶會不會有困難 其實他們是內地有實質業務 但是他們就來香港 剛剛開新公司 應該未必有很多 一些交易數據 這些合約的那些 我想問 譬如這些個案 可以開到嗎 其實也有試過 其實最主要都是交回內地那邊的 一些數據給我們 我們剛才也說了 三至六個月 可能銀行的帳單 漏稅 或者如果你真的 在內地也有做過一些交易 即是可能跟客戶有一些合約 我們基本上 最少都可能有兩次的交易 即是兩次的 是的 兩單的一些合約 有這些交易 其實都可以的 好 我想問大家 對匯豐銀行那邊的 個人開戶 或者公司開戶 有沒有什麼問題 請說 小姐 純粹是一間公司 他沒有登記什麼 自己開了一間廠 是做中標的 但我問過這個廠家 他說想在香港開戶很困難 要買保險 然後給很多錢 然後才可以開戶 才可以申請一個銀行戶 香港交易 因為他在香港有賣家 內地他有負責生產 但是他來到香港 就要買保險 他要大薪 然後他要集郵 然後集郵 不可以去大薪 然後恆生又不申請到 也有聽過的 我想很多內地人 可能對於香港 一些開戶程序 都不太熟悉 所以找到 可能找到內地的公司 也都知道 即是他們有一些 叫做 台底 台底 我會容易幫你處理 可以有這些方法 當然 我們正式地說 只要在香港 你說登記完之後 有一些正常交易 兩套的交易 或者內地的扭稅 基本上 都可以做到開戶口的程序 當然不排除真的有一些業務 會比較敏感一點的 叫做高危險一點 也可以說一些 例如有些公司 珠寶其實現在也不算 對,珠寶反而不算 現在的原材料高 其實那些也算是高危險的 其實這些都可以開到的 只不過我們之後再要求的文件 反而可能比較多 但是到時提供到的話 其實都可以照樣開到的 對,不一定 好像剛才所說 要買些什麼、給些什麼才可以開到的 小姐,稍後記得我們結束了 Q&A之後 記得問回匯豐幾位同事 可能拿過卡片 你要開個人戶也可以 或者公司戶也可以 這樣 有沒有其他問題 關於匯豐銀行開戶那邊 對了 問回傳統模式那些 如果我們搞出入口公司 以前要涉及到 LC 涉及到TR額 在香港新開的公司 無論是有限公司 或者是無限公司 匯豐在這方面 會不會有什麼支援呢? 也有的 其實LC來說 之前早前也有接觸過 可能也是開了半年左右 公司 其實也有少許公司的資料 看到的話 其實也可以做到的 這個也沒問題 主要有限公司 其實就比較少接觸 對 都七七八八了 如果今天有朋友 因為我之前就比較多 遇到客戶 其實他們來香港開帳戶也很困難 或者可能有些是本地 一些新公司開帳戶也很困難的話 就可以跟匯豐銀行同事 去拿張卡片 交換聯絡 如果現場 剛剛我聽到 Jamie說的送卡 我自己也覺得挺吸引的 如果有需要 就可能找到他們的同事 可以開張卡 是的 我們今天先給回紀念狀 匯豐銀行那邊 這裡 可以 來吧 好 接著又回到阿里巴巴 我們這一邊 剛剛 Jason你問的時候 有多少我們今天來的來賓都有問題 剛剛的先生是不是有問題? 就是對比 和剛剛報關也好像有一個問題 是,請說 其實我也是問回傳統 以及現代商業 就是電子商業之間的矛盾 比如說我們以前 一做出口貿易一定是會牽涉到LC的 是吧? 但是我剛剛看到你們的平台方面 好像沒有涉及這些東西 是不是你們有個信用保障 我就代替以前的LC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我們以前報價的定義 什麼FOB、CNF、CIF這些定義 在你們這個電商 我又看不到 那你們哪個定義是對應他們的定義呢? 其實開了那張訂單的時候 你可以剛剛選擇的 即是你LC、TT 他們怎樣付款呢? 那些全部可以選擇的 還有你說什麼FOB呢? 他在訂單上面都可以選擇的 因為他可能有興趣 好像平時向你問價那樣 但是他真的開單那一刻 就是你要去填的 就是你跟他談了 我們的FOB 又收運費多少 那你寫了 那麼還有會不會有保險費呢? 那些額外的費用呢? 你全部都可以選擇 選擇選擇這樣填下去的 那麼除了你說剛剛你說的那些選擇之外呢? 還有你如果有跟他定了一個售貨幣 就是不是說就這樣寫價錢的 你自己可能有些定義 你想加入 那你也可以上載上去的 那才開了一張訂單 那他就可以去真的付款 去確定了 所以就變成電子形式了 主要是 謝謝你 FOB 是我們需要自己把貨貨到碼頭 負責賣的碼頭的處理費用 喜歡此類的 但是現在你們的物流方便很多 是不是? 那麼那方面兩者之間 有沒有什麼大的分別呢? 其實這個問題是通常看買家的 因為阿里巴巴平台的物流 其實我們是一個輔助性質的 因為譬如無論你在香港出貨 還是在內地其他地方出貨 你可以用回自己的雙屬物流 而我們這邊 剛剛也有一個先生說過 材料物流 其實我們這邊是用一個比較優惠的率 去跟很多比較出名的物流公司簽 很多時候在價錢上 其實它是貼地的 譬如外面做100元的時候 這裡不會說做110元 反而它的價錢會優勢一點 但是譬如你的產品 如果是它本身比較特殊 舉例 可能帶電 液體或者危險品 那你有雙屬用開物流公司 你可以用回的 或者甚至乎可能有時候買家 他本身想跟你買一件產品的時候 很多的 就是他已經跟你說 我想買這件產品 你到時交貨去某一個集品倉 通常都是看買家作主 或者你自己跟他商量 協商會多一點 請說 你剛才說到有些細節 譬如說我們做貿易 以前也挺煩的 即是說 我們去FOB 要找一個物流公司 他要送去碼頭 碼頭又很忙 他要等很久 等完很久 要計算價值 諸如此類 現在你的物流會不會快很多 變成因為 譬如說很簡單 如果一個貨車司機去碼頭 要等四個小時 才交到貨 他一定的價值高 如果你們不存在這個問題 有沒有可能根本你們物流的不本 或者收到我們的收費 甚至會比我們傳統那種收費 各種FOB的收費呢 其實要看線路 因為我剛剛顯示出來 你看到有很多不同的線路 有些是快些 可能四至八天 有些可能四天到二十二天 你說長一點的 很正常 一定會貴一點 是少的 所以真的要相當相當相當的 但其實後面 他們運作的模式 跟你以往做其實是類似的 因為我們主要是做平台 然後我們會跟貿務商 協助 我們確保了她一個 較大的量去做 所以拿回來的成本就比較低一點 比起平時 你純粹是向他一個月一兩單運運 所以我們為什麼會比較便宜呢? 就是因為我們的量走得大 本身有很多賣家在上面走 所以最大的不同就是這個位置 所以不好意思 我們今天遲了一點開始 也遲了一點過測 如果大家後續有什麼問題 就可以留下的 找回你的後務經理也可以 然後現場想找匯豐銀行的同事開戶都可以的 有什麼就留下跟我們討論一下 希望今天也能幫到忙,好嗎? 多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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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